嗨,我是小瓜 今天影片不是說書也不是拼圖 頻道到現在經營半年了 想來跟大家聊聊一些心得 你看我發現最近說書影片的更新頻率沒有保持週更 而且頻道上還多了很多拼圖的影片以及Shorts 這依然是因為製作說書影片一集實在是太費時了 不知道大家會好奇影片製作的時程 以週更來說的話 我大概會花3到4天來看書抓出影片結構 然後兩天寫出腳本 接著修改確定分鏡之後就是拍攝 影片後續的剪輯會有我的夥伴負責 所以我這邊就會開始下一個round 這樣安排的問題就是超級沒有餘裕的 一切算定的時候還ok 但是如果遇到一本書是我看完之後覺得不適合分享 需要換書的那排程就會全部亂掉 或是腳本卡住了那也完蛋 所以以內容產出只有微根的狀況來說 要維持好的品質週更還是有一點ㄍㄧㄥ 另外就是除了說書之外 我也蠻想讓拍片這件事情跟自己其他興趣結合 像是拼圖的縮時原本是自己拍來記錄用的 但是覺得很多拼圖實在太美 縮時起來很舒壓 就想要丟上來讓大家一起療癒一下 所以未來頻道的路線應該就會像現在這樣 有說書有拼圖然後多一些短影片 更新頻率則會調整成每兩週上一次影片 但shorts也就是短影音的部分則會每週更新 內容會以我的日常也就是拼圖縮時為主 但如果有有趣的書籍想要跟大家分享 也會以短片形式呈現 最近的變化大概就這些 那頻道到現在經營半年了 如果大家對於影片有什麼想法或是有進步的地方 都歡迎留言跟我說 有想聽的書或是有趣的拼圖也拜託跟我分享 我很想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未來半年的目標 希望低人數可以突破前人 我是小瓜 我們下次見